好,今天是1月28日,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有半小时的空档 我再录一个中国民心、香港民心 可以做的节目我通常都会做的 一定是讲这个,周庭被DQ了 我们其实之前的节目都讲过 姚崇严我觉得很难幸免 姚崇严现在被选举主任设计了问题 但我觉得姚崇严可以让他入阶的机会很低 根据泛民内部的选 周庭和姚崇严非常有可能 如果可以入阶的话是胜出的 先此声明一件事,就是说 现在这个是补选 并不是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是补选 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这样声明是有原因的 稍后就会告诉你 周庭,一个21岁的女孩 周庭出来开技招 他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平时他只是一两句 甚至跟在黄之锋后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被DQ了 做不到议员了 无望了 因为他知道 即使你司法覆核都是没用的 第一,你未必有钱 第二,都是输 之前都有人做过确认输 所以现在就走出来开技招 为什么?因为自己做不到 有求于人了 希望大家一起 即是我们全部的人 今天出来游行 支持他 有求于人了 就出来开技招 不好意思 如果没有求于人 这个周庭就没有什么 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他做过什么 通常都是黄之锋 那些头头去做的 这个周庭其实对于社运 如果我们觉得他说的是社运 有出过什么力量 我真的看不到 但是有事他就出来求你了 还有一个很奇怪 之前的香港众志或者姚松业 他就是司法复合人家 为什么选举主任要做确认书 为什么现在你又签呢? 那个确认书就是你要效忠 香港特区政府和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立场如果没有变 的话为什么一年之前 选举的时候 你又要司法复合又不肯签 即是梁天琪那些 现在你又签呢? 为什么? 这一年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变化? 没有啊 不就是这样 对不对? 他只不过加了一个释法 BQ你们而已 如果你觉得你是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你就不要签 对不对? 所以等于教主所说 他的目的是议席 是那十几万一个月 而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 为民主服务 我建议大家有看Doctor的 有几个网台我经常都看 譬如何子刚 因为我听国情 我国情是很弱的 那Doctor呢 我建议大家听Doctor好人好事 说关于郑若华的分析 很独到 很独到 即是等于Doctor和郑若华 那只有他一个人做律政司吗? 香港 有很多人可以做到 他又没有刑事 即是他又没有刑事的经验 打刑事官司的经验 等于这个周庭 为何我们要拥护你去做入法会议员呢? 我看不到 为何 他进不了立法会议会是一件好事 大家可以看回那些 日日死喊难喊 日日立法会那些议员 例如刘小丽 姚重严 你可以看回他们在立法会里面的表演 没有准备去开会 特别是刘小丽 根本连准备都没有准备的 他又没有准备 我不知道他的助理又没有准备 大家可以在Youtube看回那些片段 我不知道这个 你是不是走进去立法会 每天说你打压民主自由 那是没有用的 市民不是想你做这件事 可能泛民想 但是市民不想 是不是 还有一件事就是 选举主任 用香港众志的政纲 来DQ他 其实他是没有错的 选举主任 因为如果你支持民主自决的话 那你就是支持港独 以他们 香港众志的行径 延行 他们做出来的事 告诉我们 民主自决 在他们来说就是港独 我们在网上也有看到周庭去日本 我不懂日文 但是那些翻译出来的话 他很明显就是 打压民主自由 香港应该是一个 自己可以做一个国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选举主任如果根据李飞的释法 宣适释明里面呢 那其实选举主任是没错的 他说过里面就是说 他不要就他的个人立场有什么意见 只是说香港众志的政纲 但是问题 你是香港众志的秘书 对不对 那他不说你说谁呢 你有一个政治的立场在 对不对 你有一个民主自决的纲领在那里 那 没得搞的 对不对 在选举主任来说 他如果根据法例的话 他唯有跌倒 当然选举主任 我觉得坦白说一句 他根本就收了命令 只不过他找一个藉口出来 而你又被他很明显地找到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去做 任何的施惑覆核的话 其实你都做不到 好了 我们说姚重严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这次是补选呢 因为在宣誓声明里面 很明显 如果姚重严第一次 classify as 这个拒绝宣誓的话 那他是这一届被取消之隔 这一届被取消之隔 那他怎么能够参加这个补选呢 对不对 没有说下一届 但是我们说的当然是这一届 对不对 你知道泛民有些死都咬了 他们说 他没有说明补选不行了 但是有些事情大家是知道的 你现在在这一届里面 你拒绝宣誓 对不对 但是选举主任也很棒的 他不立即DQ他 因为他就是怕 刚才我刚刚说的事情 被人挑战 所以这个选举主任 就问了他 四条问题 这个选举主任就问了他四条问题 其中一个 就是关于台湾的时代力量 就问他 有没有 我们看看他有几条问题 其中一条就是 关于2017年1月7日和8日在台北举行的 由时代力量邀请的文字决力量台港新生代议员论坛里面问他 关于一些时代力量的政策主张和纲领的看法 也有问他 接不接纳人大常委有关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 也有问他 是不是认同或者 拥护台湾的时代力量 而是 姚重严就签了国议书 亦都表明在回复里面 他是支持和拥护基本法 他所说 他只是应邀去论坛 分享一些意见 他对于时代力量的立场是没有意见 我自己觉得一样东西 就是说这个选举主任 其实就是在装着他 如果你答有的 或者你答无灵两可 那我就可以立即DQ你 但是如果你答无 他就会拿一些证据出来 你曾经在时代力量这个论坛里面 发表过些什么 都是DQ你 就是等于 如果周庭做司法覆核的话 别人就会播放他在日本的片段出来 你一定死的 有些人就会说 喂 选举主任不是粗了生杀大权 是的 是的 因为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签了这个国议书 但是你的言行 我不觉得你拥护基本法 我一样可以不让你入阶 就是等于姚重严 那你也是很明显的 现在姚重严 你在过往的言行 里面 你真的不拥护基本法 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片段体 对不对 但是选举主任 他究竟从何而得到这些消息呢 他为什么可以用一些什么资料 去做assess呢 这个就是对峙黑商作业 这个我也觉得不公开不透明 你要公开透明 究竟选举主任 如何去操作 他凭什么去判断 就不是说 喂 他说这样就是这样 那你说完 是不是才对 那当然 这个case里面 选举主任是对的 因为太明显了 我自己觉得 无论姚重严也好 周庭也好 我就不觉得 他们真心是为市民去服务的 我对于民主自决这个看法和他们不一样 他们觉得民主自决就是现在这个香港政府是垃圾 现在这个中共是垃圾 香港要自己独立出来 但是我不觉得现在去到这个阶段 在国内里面 你见到市民的生活仍然是改善了 坦白说一句 如果第二些地区 怎会让你周庭开记者招待会 对不对 香港的自由 某程度上自由度是OK的 还有我自己经常说一件事 你要争取民主 为市民发声 不一定要做议员 是不是 不一定要做议员 周庭这些就是恨人憎 有事是忠无厌 无事是夏迎春 现在我有事了 我就走出来 喂 不是累到我 不是累到香港的众志 是累了全香港 累了你 你被DQ 关人什么事 你不见其他那几个 你不见范国威不确认他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影响到你 你不要拉我们下水 所以我觉得 要争取民主 其实不一定要做议员 很多方式 但是我们看到 坦白说一句 很多很多 争取民主那些 因为没有利益 相计都没有了 你现在神外辉 有什么事说 没有事说 周永康有什么事说 没有事说 有没有动作 没有 要拉他所有事出来 因为没有利益 因为 黄之锋 都是为了议席 搞这么多事就是为了议席 对不对 就是用何志刚的属语就是 用他僅如的光环 但是如果这件事的话 黄之锋肯定 不能够选下的立会 今届 不要说今届 下届都不行 这样的话 他就要出来 因为影响到他的利益 他不是为了市民的利益 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这班人 我不觉得这班人进了立会里面 真的可以帮我们做些什么 每个人都做到他们的事 还天烦天乱 那这班人进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这班人不进去更好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那在我上次回应之后 其实我想一下 咦不是啊 就是上次我们说浸大事件 应该那些是网络打手 因为我自己的channel 我自己很清楚哪些人会看 还会去留言 还会去看 会去留言 那些应该是网络打手 网络打手有些特征 第一 他其实不会有空去听你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看他里面说的东西 有些东西其实你已经说了 那为什么他仍然这么说呢 你说了他为什么还这么说 他都没有听 他根本就没有听 他只是把这段东西抄了 扔下去 然后 又去扔第二个节目 又去扔第二个节目 不过他自己改了个名字 你随时可以有十个名字 在YouTube上 这个是何志光说的 OK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很多粗口 因为他要给他钱的人交代 就是我重新一次 我们这个节目 不和MyRadio那些 不和阿琛哥那些 我们是不收费的 免费的 所以我主场 你不喜欢听 就不要听了 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不欢迎你来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有些留言 大家可以看是有质素的 OK 如果有些资料性的东西 或者真的问题的话 我很乐意回答 但是那些粗口 人身攻击那些 是令到 整个 我们怎么说 整个 留言的质素 是拖下了 那为什么呢 两个可能性 会找到上来我们这个节目的 第一 就是search你的title 第二 看你的view数 我看回有些 我们的view数 我都吓一跳的 五六个月去到八千 有些开头可能是两百多 三百 或者四百多 因为我有四百多个订阅者 但是有些是有成二千多view 甚至有些去到八千多 九千view 九千多都有 那当然可能是一两个月的时间 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自己都不知道 看回才知道 我看回那个analysis 其实大部分 看的时间 是八至九分钟 那就是说他真的有听 如果十四分钟 他已经听了八分钟 所以大家看到 有些网络打手 就是 他根本上就没有听到 他都不知道你的节目里面说了 他只不过抄了一段 然后那段又去心哥那里抄 又放下去 又去蕭先生那里抄 一样 是吧 那些 那些我就不欢迎你听 其实我就不想阻止留言 但是如果那些 就是 只是人身攻击 太过粗口那些 那些我可能会阻止的 因为 别人看那个留言 没意思 他看粗口 就没看 搞到留言的质素 低了 这些网络打手 我可以告诉你 不用你给面子 我们不欢迎你听 你为什么要进来听 是不是 你觉得这么差 你就不要听 是不是 你觉得你自己的评论 意见这么好的 你就自己开一个频道 是不是 或者你讲得好 我来听都不听 我不用你给like我 是不是 我不恨你听 那一个两个 是不是 我再说多一次 之前在特首选战的时候 很多网络打手 我都说过一次 大家可以听 一开始百多view都是这样做 是不是 我都没想过 没出样子 一个坦白说句 就是 小番薯的人 可以熬到今天 今时 有些去到八千多九千view 之前我说 前几个title 有些 南建的那个 去到二千多view 我都猜不到 有些网上的 只有百多view 二百view 是不是 那你来听来干什么 是不是 你觉得不好 你就不要听 就是进来听做什么 是不是 根本都不欢迎你 那就是这么多 是不是 但是正常留言的 譬如有些 他说 喂 你说错数据 我欢迎 多谢你 或者有些问题 你想问 有些意见你发表的 那些我是非常之欢迎 或者我说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 但是全部粗口 我觉得 我就不欢迎 但是我不想block OK 我看了iMoney 财叔 我也要说的 他就说不要只因为粗口 去说这两个学生 我也是说一句 那你看什么场合 是不是 你什么场合做什么 你在学生身份 你怎么能够在一个 就是 语言中心 有教师 和有 职员 有人拍的地方 里面说粗口 你就自己吃了 是不是 那么 财叔就说 很多人留言 就说你可以不读 那他说 这些是强词奪你的 他就说 喂 他们入的时候不知道 他们只是看 他们想读那科 不知道有个普通话 那这个你怪得谁呢 是不是 那你觉得有不行的 你第一年就停了 再读多一年 你入的时候只有十九岁 读多一年有什么问题 就读过第二家 是不是 这些都不是 不是理由 我们读中学的 我们要读religion 我们第一天已经知道religion 但我们知道合格就可以了 我不喜欢religion 因为我们是读路德会的 但是我也知道 我由中一我进去读的 我就一直合格 我合格而已 不高分的 总而言之 不可以胖 是不是 但是财叔有一句 都说得对的 就是说 这些学生是这样 都是现在的教育 或者是 家长造成的 这个我同意 我们上次都说过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事情 你不能怪别人 是不是 你自己没搞清楚 你怪别人做什么 是不是 就是你盲撑没用的 就是大家要明白 你盲撑他是害了他的 你盲撑他害了他 我告诉你 这两个学生 纪律委员会 做完interview之后 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取消他的学生的学值的 最后一年 没得读之余 其他学校 我都觉得不敢收他 你家里有钱 就去我读 没钱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要为了一时之气去做 你如果觉得这么不正常 你就坐下谈 是吧 你可以坐下谈 去投诉 你从第一天已经知道 为什么最后一年 你才做这个动作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所有那些支持学生的 你自己回心想想 是对他好 还是对他不好呢 有些说很难 那你读mathematics不难吗 你读physics不难吗 你读double e不难吗 一样都是难的 你读 是不是 就是我不想 说 这些事情 是变了政治化 但是现在是 是吧 现在是政治化 好吗 今天加了这个extra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因为有些留言 我觉得是很有质素的 有些真的教了我很多东西 我都要向他们多谢 好吗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下一个节目再跟大家见面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香港财经的评论 可以在YouTube输入香港财经R 好吗 那下个节目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